卡夫卡已经成为了防卫队的候补队员 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任务 在巷魔园发现了一只超大型的怪兽 推测体型已经超过了150米 正在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北前进 目前自卫队正在引导民众避难 耿运送物资 卡夫卡等人也已经出发 副队带队参战人员有三位体测的第一名 四只公 齐可露 莱诺 卡夫卡 还有两个生面孔 时间来到了稍早之前 齐可露找到了卡夫卡询问 你为什么会变成怪兽 卡夫卡说着因为吃下了怪兽 所以变成了怪兽 齐可露惊恶 你们穷人什么都吃吗 卡夫卡非常的气愤 我也不是什么都吃 我也想过是不是要直接告诉防卫队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能治好这个毛病呢 齐可露的神情凝重 就算逃过了处分 也逃不过每天的检查跟实验 想成为防卫队员的话是绝对没戏的 而且被赋予代号的强大怪兽 基本上都会被制作成特殊的兵器部件 最快的情况 你或许也会变成这样 卡夫卡听到齐可露这么说大哭着 齐可露拜托你 这件事情就我们几个知道 齐可露害羞的答应了 但是如果我发现你是危害人类的怪兽的话 我会亲自杀了你 卡夫卡笑着 到时候就拜托了 时间回到了现在 卡夫卡等人已经来到了本次要讨伐本兽的地点 这一只怪兽仿佛是巨大的魔骨 体型相当的强大 好像还能浮空 防卫队的队员到了以后 分成了几个小队 宝科 齐可露 卡夫卡一队 班纠 莱诺 一春一队 中之岛 出云 神乐一队 副队宝科开始传达作战计划 目标出现以后 藏在地下一边成长一边移动 进入增值期以后 会来到地表之上 本兽由米娜队长率领的中队处理 问题在于那些由本兽产出的 数不胜数的鱼兽 给你们传达了这片讨伐区域 避开了重要设施和主要交通网的地图 可以用来讨伐怪兽 你们的任务就是将这片区域的鱼兽处理赶紧 这份工作非常的重要 他的成功衣服 关乎到受灾的规模 还有重建所需要的时间跟费用 当然有新人加入的小队 会被安排到队列的最后 也就是说你们是最后的屏障 还有什么问题 众人都没有发生 作战开始 副队想着 不管在训练场多么优秀的成绩 也无法拯救 哪怕一条生命 在战场上展现出你们的实力吧 菜鸟们 莱诺联系了卡夫卡 终于到这个时候了前辈 卡夫卡说着 照这么下去 我三个月后就要被开除 我能站在这里已经足够了 但是玩不成任务的话 这之后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焦虑紧张 各种压力让人喘不过气 但是为什么 我现在感觉非常的兴奋 莱诺跟卡夫卡相互打气 这次的任务绝对要取得成功 别死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点确认有余兽入侵 这个区域的队员前往讨伐 卡夫卡跟齐可路就在这个区域 卡夫卡说着要上了齐可路 齐可路还是不满 你有什么资格指挥 在卡夫卡跟齐可路的面前 像是魔骨一样的怪兽出现 卡夫卡看着面前的怪兽 跟测试的时候不一样 我感觉莫名的冷静 我知道战斗服会回应我的 战略解放 但是下一秒 卡夫卡直接被余兽撞开了 齐可路大叫着 你冲得太前面了 只有1%的你给我推到后面去 班纠小队也来支援 班纠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来照顾新人呢 至少给我待在不碍事的地方 先关我 听好了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敌人的要害 前线传来进一步的情报之前 先谨慎观察 齐可路并没有听从前辈的建议 两枪解决了鱼兽 仅剩的将敌人看上去 像是要害的地方全部击溃 班纠震惊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根本不可能是 入队两个月的威力 这就是四只弓 齐可路吗 卡夫卡夸奖了齐可路 你真棒 突然战斗服检测到 齐可路的心跳指数急速上升 齐可路大叫着 不要什么都汇报 依纯这边跟另外一名队员 合力干掉了一头鱼兽 莱诺一个人干掉了一个鱼兽 莱诺取出了枪中的子弹 我试着将子弹的性质 从炸裂转为冻结 这似乎更加容易克制怪兽 将敌人的动作变得迟缓 战斗起来也更加的简单 只要掌握技巧 狩猎就能更加的轻松 但是还不够 我必须变得更加的强大 要变得 即使前辈不变身 也能解决怪兽 依纯惊了 很显然 莱诺的成长太快了 出一根神乐也相当的厉害 相互配合 已经干掉了三只鱼兽 其他小队的小队长 对这一件的新人也赞赏有加 画面来到了卡夫卡 卡夫卡想着 不断的有击杀报告传了过来 莱诺 依纯 大家都好厉害 不行 大家都在努力 我不能拖后腿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话说 他们刚刚不是说过 摸不清楚敌人的要害吗 我要运用我的知识来战斗 卡夫卡来到了一具怪兽的尸体旁边 开始解体怪兽 解体以后 卡夫卡发现 果然是群内怪兽的构造 但是原本应该有核的地方 却没有 经过了仔细观察 卡夫卡知道了 卡夫卡联系了副队 宝克副队长 我知道核心的位置了 在脖子上 在脊柱上硬纤维肌肉下面 攻击力低的队员 可能要从侧面攻击才能穿透 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 鱼兽身体上有的真直器官 是屁股的位置 坑坑洼洼的白色器官 不破坏掉的话 鱼兽的尸体上 还有可能会产出新的鱼兽 宝克说着干得漂亮卡夫卡 这或许就是你以前的工作经验 但是这也是你每天努力的结果 卡夫卡表示 接下来我会去把倒下的怪兽 一个一个消灭 卡夫卡心里现在想着 我要去做我能做到的一切 直到到达米娜身边为止 突然一声巨响传了过来 正是米娜开始发动攻击了 副队跟卡夫卡说着 你就看着吧 这就是你想并肩同行制人的力量 本兽已经被诱导到了预定地点 其他队员击中了本兽的四肢 限制了本兽的行动 米娜吸气 第三弹装填完成 开始演算 解放战力96% 一发炮弹射了过去 本兽灰飞烟灭 本兽生命体征消失 确认击倒 米娜的攻击还在继续 第四弹填装完毕 射击 本兽完全破坏 活动已经完全停止 米娜依旧填装了第五弹 卡夫卡惊愕了 这家伙好强 果然很了不起 副队走了过来 你要放弃了吗 站在身边就意味着 要有同等的力量 卡夫卡说着 宝科副队长 你能做到这种程度吗 宝科表示不行 我在狙击武器的使用上 开发战力非常的低 倒不如说我更生一筹 宝科轻松解决了 背后的一头鱼兽 卡夫卡连宝科 是怎么拔刀的都没有看见 赫人宝科背后有着两把刀 宝科的家族 从很久以前开始 就是防卫队的一员了 用刀非常的有心得 宝科说着 副队跟队长 是部队的最长战力 所以是匹配相信来的 接下来要进入正题了 卡夫卡很是疑惑 本兽不是刚刚被米娜解决了吗 宝科有些愤怒 别直呼米娜队长的名字 我说过了吧 残留在尸体里面的鱼兽 也会在最后蜂拥而出 突然倒下的本兽的尸体上 出现了无数的鱼兽 宝科下的命令 好了大家 已经到了最后了 将那些玩意儿踢飞 然后回去吃美味的早餐吧 老队员也好 新队员也好 开始讨伐鱼兽了 宝科想着 这次的讨伐作战 作为最初的讨伐 还是非常艰辛的 但是跨过这个考验之后 就会比以前更近一步 但大多数队员解放战力之后 只会达到20%到30%之间 就会停止 然后作为一般队员 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只有一小部分的天才 能打破这堵墙壁 成为队长的级别 今年的新人里面 目前打破的 也只有四只公岐可路 但是我觉得 莱诺也有这种潜质 画面来到了莱诺跟伊春 伊春显得非常不满 我可是在高专性恋的五年 我为什么一直要 跑在这个家伙的后面 就在伊春跟莱诺 准备去消灭鱼兽的时候 一个穿搭怪兽 清理服装的男人 蹲在了怪兽尸体的面前 这个家伙也是 放进去的增长器官 被破坏了 怎么回事啊 难道队员里面 有对怪兽非常熟悉的人吗 这个男人 看向了莱诺跟伊春 喂喂 你们两个知道些什么吗 莱诺惊愕 为什么这种地方 会有怪兽解体的作业园 此时怪兽清理公司的人 正从远处看着 好大的本兽呀 这次的工作量又非常的巨大 突然另外一位工作人员说 那我新人又去哪里了 不会又去蹲厕所了吧 画面来到了这个男人 头疼 本来想借着发生分裂变种的鱼兽 出其不意的 要像上一次一样复活他吗 可是数量上有着一定的限制 而且那个还非常的累人 莱诺的脸色惊恐 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 伊春走了过去 喂 我说你呢 这里非常的危险 在下达指示之前请待在原地 这个男人手指指了过去 手指头变形 莱诺大叫着快躲开 仿佛子弹一样的攻击 击中了伊春的肩膀 这个男人其实就是怪兽 是上一次袭击测试会场的怪兽 也是目前为止 最强的反派怪兽 男人说着 射偏了 这个形态下 瞄准有些欠缺啊 伊春赶忙用战斗服吃血 莱诺思考着 怪兽会不会存在着 除了前辈以外的人形怪兽 说完 面前这个男人开始变形 变成了一头怪兽 这只怪兽 就是出现在测试会场的怪兽 伊春大叫着 是这个家伙 打败了四只公岐可路吗 莱诺冷汗直冒 恐怕是的 怪兽摸了摸头 就这么撤腿好像也不太好 至少要带一个队员样本回去吧 莱诺伊春 大战这一头堪称 目前最强的反派怪兽 结果究竟会如何呢 我是伊 喜欢怪兽8号的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